加州的潔淨空氣車輛專用車道憑證可能在明年9月30日到期 潔淨車輛計劃屆時將對所有人終止 所有擁有電動車、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或天然氣車輛的車主 將失去使用專用車道的權益 加州目前有超過40萬司機持有專用車道憑證 他們入面的很多人購買潔淨空氣車輛是為了縮短通勤時間 因此失去這特權對他們來說影響重大 若要延長該權益首先需要聯邦政府 允許各州延長期潔淨空氣車輛計劃 但鑑於國會的僵局 計劃延期的可能性並不樂觀 大都會交通委員會表示可能的結果有很多 但時間緊迫 目前尋不清楚明年憑證到期後 將如何影響加州新潔淨空氣車輛的銷售 明星期間 每週六都在市民